在12月4号上映的电影《从天而降》当中呢 张艺兴是首度扮演起了奶爸 而且呢在做客我们节目当中 他也透露了不少和孩子打交道的细节 那现场呢张艺兴更是包起了尿布 去看一下咯 要说《从天而降》的四位主演 只有李小璐生了娃当了妈 这最会哄小孩的人应该非他莫属才是 但是导演透露 其实年纪最小的张艺兴才是哄娃高手 会会哄的其实是艺兴 好多招哄是挺厉害的 什么招啊 赶紧跟他说说 啊就就可以跟他跳跳舞啊 唱唱歌啊 半岁 半岁 对啊 他战斗站不住 你怎么跟他跳跳舞 你可以抓着他的手跳嘛 然后唱歌给他听啊 哇 然后或者是打beatbox 来来你来一下 这搞得我太不好意思 别不好意思啊 为了证明导演所言不假 艺兴同学你就笑一把呗 就这样 就跟他打这种 我想问一下 你给他打beatbox的时候 遮吗 遮啊 因为怕喷到他 没什么 就是半岁左右 他自己口水也会很多 不过 既然被认为孩子与儿很好 现场我们也准备了一个环节 当然 这也是身为一名合格奶爸的初级必备条件 保鸟布 虽然现场只是一个假娃娃 但是看张艺兴越越诗的样子 难道他真的可以做个合格的奶爸吗 这 平日里都是这样一把手拎起娃的头 然后当只手保鸟布的吗 这样的举动 让我们的主持人 同时还是一个孩子的妈的贝贝看不下去了 一星你不用考虑镜头啊 你确定要腾空给他换吗 幸亏就是一个假娃娃 要真的已经被你折腾死了 所以说实践出真知 一星同学真的矮巴路还慢慢去修远西 哪一天要是真的当爸了 就有更多的经验咯 为了新年底上还猜猫的 幸好那是个假娃娃 直接就按着脑门把这小娃娃拿起来 也是挺可怕的一件事情 五十张 例年底ings 谢谢大家